好我们来看一下1.4b的练习 小星在星期一花了4块 星期二花了7块 星期三花了8块 星期四花了9块 星期五花了7块 请问他平均5天呢 共花每一天花了多少钱 平均 所以我们要加起来 4加7加8加7加4 你就会得到35块 35块再除以5呢 你就会得到7块 所以平均每一天呢 是花7块 OK 大概是这样 OK 这个两天是7块嘛 所以是相同的 这个8块就多了1块 这个9块多了2块 一共多了3块 那这个4块呢 就少了3块 就大概是平均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平均7块钱 正确 第二题呢 那个 OK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这样的 那第一 初中一有两班 有些学校是这样的 可能你不能理解 这个龙中华是初一 总共18班 其他小型的 小型的一班上会有 一个年级只有一班 我有听 我有看过了 就是一些小型学校 它其实是一个年级一班 而且它一般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57个人 它是37个人 所以6 18 180个人左右 300个人以下的学校呢 好像就被称为小型学校了 其实300个人 你除以6 它还是可以50个人 一个年级50个人 这大概也是可以挤在一班 所以两班 其实算是中型的学校了 你不要想 中型的读中 大概一个年级有两班 就算是中型的了 OK 那一班 甲班有40个学生 OK 平均的高度是140 那一班呢 有50个学生 平均高度是149 那总共的这个初一 全部的新生 初一生的身高平均是多 你要注意 平均数 它不会跟这两班的平均差太远 所以你要合理嘛 你看家庆算到64 怎么可能一个人的高度是64cm 有没有 所以你不要 有时候不要盲目的运算 虽然你可能知道 老师我太不太会运算 但是你要知道说你得出来的东西 不能离这个140太远 OK 而且应该也是在140到149之间 中间不知道哪里 你如果是做140加149除以2 我都还没有这样说 这么生气 OK 但是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做 因为他们人数不同 OK 如果人数相同 你是可以直接加起来除以2 OK 所以这题正确的做法是怎样呢 我们要先算每一班的高度总数 高度总数怎样 平均乘以人数就会等于它总数 在这一边呢 140乘40 我们就会得到甲班的高度总数 0 0 捕两个0 4 4 16 4 5 2 4 1 4 加敬畏1 得到5 所以5600 再来看第二班呢 149呢 它是50个人的 就乘以50了 0 9 5 45 敬畏4 5 4 20 这个4写下来 敬畏2 5 1 5 敬畏2得到7 所以5600加7450 这个得到5 6加4 敬畏 得到8加5 等于13 13050 那那种人数呢 一般40个人 另外一般50个人 加起来就总共90个人 所以这个13,050呢 是90个人的总高度 OK 所以再除一除 所以我们可以越掉一个0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这个技巧 再来除以9了 1305除以9 919 13-9得到4 40的话呢 94 36 减一减得到4 45的话呢 5 95 45 所以145 是不是在 像我刚才讲的 145 是不是在140到149之间 这样子就合理了 OK 所以你们计算平均的时候 你要注意说 它的合理性 像这个呢 最低是4块 最高是9块 那个平均一定是4到9之间 你不要算到太零补的数字 如果你算到10块钱 你都知道说 不合理了 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它一定是 最高跟最低的一个中坚持 第三题这题比较难算 主要是因为那个数字比较大一些 所以可能你要花时间 列那个知识 而且好像分配率也没有帮 帮不太 帮 帮的忙好像也不太多 这样子 所以这题 它是讲说 初一的新生有来自三个州 来这个分办考试的 然后呢 有霹雳州有120个人 雪兰俄州有25个人 然后吉达州呢 有15个人 而且呢 霹雳州的120人 它的平均分数是295分 它可能考4科 4科总分400分 这个是295分 这个雪兰俄比较聪明一点 25个人呢 它的总 那个平均分是309分 然后吉达的15个同学 它的平均分是293分 过后呢 你要怎样看它的总 总平均呢 像刚才一样 我们把它分三个category 要算回它的总分数 120个人乘上这个平均295 得到35400 这个我没有验算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最后的答案是一对的 25再乘上309 就会得到7725 15再乘上293 得到4395 过后再加完起来 得到47520 然后呢 总人数是多少呢 就是120加25 再加15 得到160人 之后呢 这个总分数再除以总人数 0跟0月掉 4752除以16 得到297 所以你看297 是这三个分数的中间吗 应该是 最高是309 最低是293 所以它应该是在这两个数之间 297合理 OK 所以你要找平均 有时候你要check一下它的合理性 OK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说 那个答案太离谱 这样子 第四题 小兰圆圆真正的体重 平均体重为43公斤 小兰和真正的体重相同 圆圆呢 是47公斤 请问小兰的体重是多少 我们就算回它的总体重 就乘以3 43乘以3就得到29 339 432 129 129扣掉这个圆圆 47公斤 你就得到82公斤 小兰跟真正同样的体重 像这个82公斤再除以2 就等于41公斤 小兰的体重就是41公斤 OK 所以这题大概是这样子 靠逻辑 你就可以做出来了 OK 再来看这一题 21位同学 他的平均分数是63分 63是平均 然后人数 人数是 21人 然后呢 有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是总数 21人是总数 这样子我理解了 所以这个一般上总数 我们写最后一栏 所以他把那个 这一班21个同学的分数 分成了三个比较厉害的同学 还有18个比较弱的同学 这样子的意思 三个比较厉害的同学 平均分数是93 他要问这个18个同学的 平均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63 63乘以21 看下是多少 63乘以21 3136 616 326 622 12 所以就会得到 1323 那这个是总数 所以我要 我要找这个平均 我就要找这18个人的总数 那这三个人的总数 这个93分 乘3 339 9327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个1323 减去 29 279 123 15 6 7 8 9 得到4 2 结尾 减7 减7 得到4 3 结尾 减2 得到0 得到0 然后呢 应该还有1000 1044 所以1044 我们再除以18 这个9 应该没有90多分 应该是 6 60多 扣 这个是30多 扣掉厉害的 他应该比66还要更低分 感觉上是这样 所以 我们试下 6 6 8 48 扣龙 那是5 5 8 40 5 1 5 6 7 8 9 12 3 4 14 14 14 这一个的话呢 48 32 38 39 9 8 72 88 64 88 64 8 加6 等于14 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总数应该是58 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总 总平均63 我扣掉厉害的人 这样这个应该是比63来的更弱 也就是说这个63 是在这个93跟58之间 所以我算到的这个数一定是比63来的更低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做法是这样 58分 你看你算到8分 这有没有太低了一点 18个人的平均分数8分 就是没有一个人及格的意思 这个58分 虽然平均是58分 是不及格的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同学可能高分一点 有些比较低分一点 这样子 可能还是会有 可能 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学可能还是会及格的 这样子 OK 好 再来看第六题了 田田在期中考试呢 华文 数学 科学 马来文 历史 地理 六科 它的平均是78分 如果加英文科 它的平均变成76分 所以 其实是这样的 是有六科跟一科是英文 那六科 的平均是78 这一个英文 加进去了之后 变七科的话 就会变成76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这个英文的分数是多少 也就是这一边 这个乘一 所以就基本那个一 所以也就是说 我用78乘6 等于468 76乘7 等于532 再互减一下 再互减一下 得到64 所以这个是64分 这一个7 是6加1等于7 这个应该是在这一边 就是说 这个7怎么来 就是6加1等于7 OK 所以你写在这里 有点怪怪 你再写 或者你把这个6加1 放在这个位置上 OK 这样子你就可以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好嘞 可以吗 这个平均的应用题